中国的首富之争出现了全新的竞争者 除了我们常听到双马马化腾马云之外呢 之前我们跟各位介绍过了拼多多 这样的一个平价廉价的一个CP值很高的购物平台 拼多多的老板呢 现在排到了全中国富豪排行榜第三名 但他的第三名的位置现在被这位给挤下去了 甚至呢他在他股票上市的第一天半小时 他当了半小时的中国首富 好那么这位呢是中国瓶装水龙头 农夫山泉的董事长叫钟闪闪 好那么钟闪闪呢 他在农夫山泉在港股挂牌的第一天 股价不断飙涨 盘中飙涨了85% 一个过程当中他当了半个小时的首富 那后来呢这个农夫山泉的股价都涨幅收敛 所以呢他的身价也收敛 不过即便如此 他依旧是已经超越了拼多多的董事长 他现在在中国的富豪排行榜章中 他仅次于马化腾跟马云 他排到了第三名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很特别 马化腾你看他的一个事业要多么多的一个科技含量 马云他是一个创新的一个商业的模式 所以他们可以当首富 这位钟闪闪他是卖什么 他卖水 卖水卖成了首富 到底他是如何办到的 今天大世界话题我们就带您来看看 这位一度当上了中国新首富的钟闪闪 他的创业致富之道 我们首先先来看看 这是农夫山泉在9月8号 在港股IPO上市 挂牌第一天马上股价飙涨 因为大家觉得卖水 这真是台湾有一句礼语嘛 叫做这个第一买冰第二才做医生 医生的意思就是说 你念一大堆书念到博士去当医生 你还不如去卖冰去卖凉水 所以你就知道卖水真的很赚哦 所以呢现在他卖水真的要卖成中国首富了吗 他的品牌叫做农夫山泉 那这家公司呢9月8号在港股上市 盘中飙涨85% 就在涨到最高点的时候 他的身价超越了马云跟马化腾 他当上了中国首富 但是呢冲高了之后 他的股价稍微有点掉下来嘛 所以他身价有点掉下来 所以他当首富的时间就那半小时 哇但是已经是历史记录了吧 如果就他个人来讲 好那当然以后如果他的股价持续飙涨 他当然非常有可能坐稳那个首富的宝座 不过我们来看看 他已经成为了未来中国首富 我们可能就看到这几位在轮来轮去 随着他们公司的股价上上下下 好那我们看中厂呢 他的一个这个农夫山泉上涨的幅度没有85% 是53.95% 然后呢他在昨天港股收盘的时候呢 他的身价来到了全中国第三名 目前他的一个排名是落后给马化腾跟马云 那我们看到这个股价走势是今天 今天他的一个股价呢 涨幅没有像昨天那么疯狂了 没有这个挂牌第一天 今天他的一个这个股价呢 是小涨0.3% 好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农夫山泉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农夫山泉呢 他是在1996年创立的一个公司 他是中国的瓶庄水龙头 号称叫水中茅台 而且呢连续八年呢 现在已经是在中国的瓶庄水的市占第一名 他的一个市占率呢 有百分之五十七 几乎呢在中国的瓶庄水半壁天下 都是他们家 那他标榜有很多的特色 我们来看 他标榜呢是源自天然水源 那这个钟闪闪他们家老板呢 曾经这样讲 他说很多的瓶庄水 他都是城市自来水 过滤或者是把它沸腾之后 消毒之后 直接装到罐子里头卖给你 那当然也很卫生啊 但是呢他标榜说 他们家的水跟人家不一样 就是直接从水源地 天然水源 直接灌到这个瓶子里头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 他们的这个水源地在哪里 长白山上 哦好像很厉害哦 好像喝了之后就有仙气 可能喝了之后 你如果练武功的话 可能你的内力就不一样 好我乱讲的 好那他无论如何 他的毛利率啊 高达百分之六十点二 我们常讲制造业 工业 毛山道四 就是他的利率 毛利率可能就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 就觉得有赚有赚 但是你看他卖水哦 毛利率高达百分之六十点二 真的很好赚 然后呢 他们的一个广告口号呢 也很有意思 所以他才可以在在他 公司创立之后呢 很快的打败 当初在市场上 都是非常有名哦 比如说像是康师傅哦 这个康师傅被他打败了 本来人家康师傅 也是有卖瓶装水的 但现在市占率不及他 他的口号叫做 他们不生产水 他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他意思就是 我从水源地 把这样大自然酝酿出来的好水 到你手上 我是搬运工 我没有生产水 我没有把他水拿来消毒 沸腾什么都没有 就是这样 然后呢 他的口号叫 农夫山泉 有点甜 告诉你说天然的水 会有天然的甜味 好了 这个讲很多了 我们来看看这就是农夫山泉 在港股IPO第一天 所创造的一位中国新首富 什么样的水源 孕育什么样的生命 农夫山泉 我们不生产水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号称以取自大自然水源 打响名号的中国品种水巨头 农夫山泉 创办人钟闪闪 一度强势问鼎 中国新首富 农夫山泉的竞争者 从来就是国际品 农夫山泉 9月8号在港股IPO 涨幅一度超过85% 市值标破4500亿港元 大约1.7兆台币 让中闪闪一度击下马云和马化腾 晋升为中国富豪榜第一名 只是首富宝座 虽然只做了15分钟 又调回富豪榜第三 但中闪闪的财力可不容小觑 谈言不善交际的钟闪闪 年轻时曾当过水泥工 更曾担任报社记者 之后认识了不少大老板 顺势转往商场打拼 终于在1996年创立农夫山泉 攻进中国瓶装水液 更夸口将打造成中国版的可口可乐 农夫山泉的文案总是强调 自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另外还有农夫山泉 有点甜朗朗上口的广告词 也让农夫山泉的品牌 升值中国人心 因此从2011年起 农夫山泉的瓶装水 就超越了台湾企业康师傅 尤其在天然饮用水领域 农夫山泉成为市场的绝对龙头 根据统计显示 目前农夫山泉在天然饮用水领域 已经拿下中国57.3%的市占率 农夫山泉的获利能力也十分亮眼 根据2019年招股书上的数据指出 农夫山泉的包装饮用水 毛利率高达60.2% 换句话说 一瓶人民币两块钱的矿泉水 农夫山泉能赚到人民币1.2元 比中国官方发布调查报告的30% 毛利率高出了一倍以上 简直是暴力赚钱 崇拜华为创办人 任正非的钟珊珊 因为在商场上总是独来独往 被外界称是一匹孤狼 一人独大 掌管旗下各公司 其中钟珊珊还持有一家A股公司 万泰生物 万泰生物主要以研发疫苗为名 钟珊珊除了直接持有18.17%的股权 另外还透过自己的控股公司养生堂 间接持有56.98%的股份 等于钟珊珊拥有万泰生物 四分之三左右的股权 市值超过台币170亿元 至于这次IPO表现亮眼的农夫山泉 钟珊珊几乎更是一手掌握 直接持股17.86% 间接则是69.58% 钟珊珊总共持有农夫山泉 87.45%的股权 因此包含万泰生物在内 不像其他企业大佬 钟珊珊可说是几乎完全拥有 这两家上市公司 如今随着农夫山泉IPO创下佳击 把钟珊珊瞬间推上中国首富宝座 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 但也让外界多认识了这位另类企业奇才 三地新闻成了不懂 好我们来看看认识一下这位 我们以后应该会经常提到他 可能中国首富就是三位轮来轮去了 好我们来看他的名字 这个很特别叫钟闪闪 这两个字呢 闪亮亮的这个读音闪闪 好那么他非常传奇 因为呢他其实小时候 他念书并不是非常非常会念书的孩子 他一度呢为了生计 他去做了水泥工 后来呢好不容易 这个努力的重考高考 考上了 他后来当了记者 哇这个故事非常励志了 他当了浙江日报的记者 然后呢他就采访了非常多的 这个企业大老板 然后呢就会跟人家聊天啊 你怎么创业的呀 认识了很多人 后来呢他就在心里头埋下了一颗种子 他有一天他也要经商 后来呢刚好一个契机啊 就是中国当时北京当局呢 要发展海南经济特区 他觉得嗯他累积够了 他在当记者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累积了很多的 他看到的觉得可以经商的一个方式 所以呢他毅然决然辞掉了记者的工作 他就到了海南 到海南来掏金 到这里来经商 一开始呢他其实没那么成功 他在海南其实也做了很多失败的投资 但是后来他在1991年代理了娃哈哈的口服役 他是代理商 后来呢到了1993年 这应该是他最为人所知的一个商品 就是让他累积到第一桶金 他创立了养生堂 那养生堂这样的一个 类似像生技公司吗 专门就是卖一些保健食品哦 所以呢他创了养生堂 他卖龟鳖丸 以前呢他说在海南就是盛产 乌龟盛产鳖 但是呢就会有鳖丸 就会有龟丸 就是各自有乌龟做的跟鳖做的保健食品 都没有人想到说 把他们两个加在一起做 他是第一个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龟啊跟鳖加在一起 然后呢急速冷冻 他说急速冷冻之下 这个乌龟就会整个很像就变粉末 然后呢他把他们通通打在一起 然后叫做卖这个龟鳖丸 那他的一个效能就是好像可以撞羊啊 然后可以补充体力啊 很疲劳 反正就是一些保健食品嘛 增强体力的 好那他卖龟鳖丸 大卖 大卖特卖 至今哦这个常卖品龟鳖丸 还是卖得非常好 好赚到他的第一桶金 然后他就展开了他 不断不断的继续创业之路 他现在其下有80多个品牌 他不只卖龟鳖丸 他卖各式各样的保健商品 然后呢在1996年就创立了农夫山泉 开始跨足进了灌装水的一个市场 跨足进了饮料的一个市场 然后他也跨足了生技产业 他还做疫苗 好他在2001年收购了北京的万泰生物 这家科技公司生技公司 那这家公司现在是在A股挂牌 所以呢其实现在还有两家的上市公司 一家在A股另外一家 他的农夫山泉是在港股IPO 那其下还有其他很多 比如说像尖叫系列的饮料啊 还有母亲牛肉棒啊 一些休闲食品等等 他总共有80个品牌 但是呢他的一个创业之路啊 很多这个专家形容说他的创业呢 就是他不断的创品牌 但是呢有很多的品牌处 处在一个状况就是 他的品牌活下来 但长不大 唯一长大的就那两个 就是龟鳖丸跟他的农夫山泉就长大了 那有一些品牌呢就是嗯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现在他的整个创业版图当中 最赚钱的还是他的龟鳖丸 跟他的农夫山泉 还有他的生计公司 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传奇的一个创业的方式了 很多人形容说他当过记者的一个经验 其实在他创立品牌跟行销的过程当中 是帮助非常大的 很多人评断说钟闪闪呢 他是一个行销高手啊 呃然后曾经有这个企业的一个这个顾问 讲说他是最能生孩子的老板 生孩子不是真的生孩子啦 就是说他有好多的品牌 都像他的小孩 然后呢每一个品牌 还会帮他想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特色 比如说呢 诶举个例哦 他就讲了最好的行销 就是事件行销 他说要天时地利人和 我有了一个很好的商品 但是我要找到一个可以行销他的方式 呃所以呢我们来看 他说在当初他要推出维生素的时候 呃那个时候呢 这个中国大陆在流行吃这个维他命 呃维生素呃补充营养 然后呢他也要推 但是推的那个时机点 刚好遇到了SARS正在肆虐 所以呢他当下当今立断 他说我不卖了 我这些第一批的商品 我全部通通送给那些医护人员 然后呢还博得了一个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名声 说哇这个企业真的是 太会行善了 所以呢他把维生素送给医护人员 好然后呢我们看到在这个 呃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当时呢这个政府 因为他在卖瓶装水嘛 那灾区很需要水啊 所以呢就跟他调水 说那你可不可以捐点水 本来呢希望他捐180车的瓶装水 那他就捐 捐了之后呢 他就发挥他的记者的一个本性 他说我光捐水 好像不能帮到很多忙 所以他亲自哦 一个大老板亲自跑到了 这个灾区里头去到处晃来晃去 每一个灾区去走 说你们还需要多少水 哪一个地方最需要水 到最后呢他捐出的水呢 是当初政府希望他捐了好多好多倍 他捐了好多水 那那一次呢很多人就讲了说 他是非常有良心的一个企业家 再来呢我们就看到了 很多的一些世界行销背后呢 都有他操盘的痕迹 比如说他的尖叫系列的饮料啊 他故意把那个头不是转开来的一个 这个瓶装的头不是大大的 他做了一个可以吸的 他说呢那是模拟妈妈的母乳 他说这样喝了之后 你就会很得到抚慰 所以那叫情绪饮料 对这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方式 所以呢当过记者的背景 在他后来的致富过程当中呢 其实帮了很大的忙 那么到底呢 钟闪闪还有哪些事业版图呢 带你看来看 不管是牛肉棒 他每天给吉米吃牛肉棒 还是维他命水 熬夜加班 补充维他命 甚至找来当红明星当代言人 推出面膜 从饮食到保健医疗 从生产到销售 中国的洋生堂公司 事业版图规模大 一切来自于近三十年前 钟闪闪的一手创办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充满了艰辛 1954年出生的钟闪闪 人生历经三个转生 二十几岁因为家里的关系 曾做过水泥工和木匠 接着因为家人的关系 她转转进入到报社 担当记者职位 也因此认识了不少大老板 让她在1988年 毅然决然辞掉记者工作 开始投伤 钟闪闪最终在1993年 顺利创办了养生堂有限公司 靠着养生堂龟鳖丸一炮而红 在1990年代的保健品牌市场中 占得了一席之地 钟闪闪先后炒红了龟鳖丸 成人维生素 青嘴含片 农夫山泉 农夫果园 母亲牌牛肉棒等十多个品牌 一度被称为商界最能生孩子的老板 如今钟闪闪的养生堂 旗下共有超过80家企业 包括农夫山泉 万泰生物 养生堂药业 养生堂浙江食品 业务板块 涵盖保健品 圣物制药 饮料饮用水 食品 美容产品 还有代农业产业等领域 然而至今钟闪闪身后 尽管作用商业帝国 但面对天灾人祸 据传钟闪闪仍然都会 亲临灾区 并且送上物资 像是2013年汶川大地震 钟闪闪不仅捐出 旗下农夫山泉的矿泉水 一两百辆货车 自己还发挥记者精神 此地到赏协助救援组织 除外2003年SARS爆发 钟闪闪也不遗余力 大量捐赠维生素 给抗SARS医疗人员服用 如今钟闪闪 几近中国富豪前段班 过去的心酸血泪 倒做出一番良心试验 钟闪闪的人生起伏 为外界增添了不爽话题 三连行文 什么都不懂 四分钟闪闪人生起伏